主席 我想所有委員的發言其實都是站在關心的立場上面 那大家都常常會提到永續發展 不曉得這個永續發展從您的概念裡面 有沒有哪些的定義或者是一些的概念 是跟原住民是比較有關的 您可不可以在這方面說明一下 跟原住民比較有關 因為在我們傳統的原住民的文化歷史經驗裡面 我們跟自然之間就有一套倫理 我們整個過去的社會的設計 包括我們的禁忌 包括我們整個的價值觀 都把那個大自然這些因素都帶進來 所以在過去我們民族的發展裡面 我們的整個的社會的發展本身 跟自然之間的和諧對話 一直算是一個蠻高的倫理的這個位階 那當然這些事情在現代的社會裡面受到很大的挑戰 那我們的同胞在這個地方也受了一些苦 也很想在未來這樣的發展過程當中 怎麼樣把這些價值召喚回來 那在整個國家也好 人類的發展裡面 能夠因為有這樣的反省 對我們整個未來的很多的施政也好 文明的發展能夠有一個新的想像 那我們也很希望在這一部分 能夠讓更多的人能夠了解 看起來這幾年很多討論這個生物多樣性 或者是文化多樣性的這個潮流 也對這個方向有所覺知 這個也是我們比較希望能夠著力的部分 是 我想您的解釋非常的好 那麼特別是原住民很多的文化 這個根基裡面就是跟我們的生態環境 能夠共存共融 那麼尤其是在氣候變變之下 對於這個生物多樣性的一個保存 甚至它的基因 還有一些物種的保存 原住民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我也提供 除了這個我們常常談到這個 我們這個生物多樣性之外 永續發展 會兼顧到經濟的環境 社會的公平正義之外 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曾經也有另外一個定義 它除了這個經濟環境社會三個環以外 它還多了兩個環 就是環節或者是所謂的key element 一個重要的元素 其中之一就是所謂的文化多樣性 那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堅持來保護原住民的文化 文化的多樣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各族的這個族群的這個文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治的永續性 它的political sustainability 前面叫做cultural diversity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關於永續發展的東西 其實應該超偷藍綠 政治上應該永續 應該需要支持它 所以我想也許在適當的時候 您可以把這個東西來做一個好的一個論述 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它他們的一個定義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特別是針對原住民的多樣性文化 保存是很有力的一個 所謂的國際性的一個指標 那在這種概念之下 其實我就非常擔心 有一個問題就是 目前神木村的情況是怎麼樣 神木村從 還在不在 從現在應該搬走了 對 對 那那個原來那個地方 不但又在整建修建以後 現在還在 我們是反對這樣 那邊不是我們原住民 現在我記得我前不久經過的時候已經不在了 那個原來那個地方 可是我們曾經花了非常多的錢 對不對 不斷在那邊整建修建 但是呢 事實上那些都是屬於高風險地區 是 所以呢 昨天 李洪元部長也特別提到有一個災害的這種風險地圖 或者是潛勢的這個災害的潛勢圖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跟原住民族的這個部落 還有它的國土的規劃呢 甚至你們現在所主張的一些傳統領域有重疊有相關 如果是有那麼目前呢 可能陷於高度危險的部落到底有哪些地區 有沒有在這個部分呢 應該要盡速地提出來 來做一個因應 包委員 其實原民會成立以後這15年來 對那個原住民部落安全勘語的這些部分 一直都有調查 數據也都在 但是當然經過這幾年的變化 有一些地方再去重新履勘 那我跟李洪元部長也好 或者是那個農委會主委 我們都有一個看法 也就是現在我們很希望 我們把那個做一個整理之後 我們希望在這個月內能夠有一個 把重新履勘以後 我們部落安全不安全 然後它的那個安全的程度 不安全的程度做一個總的表 因為我們有700多個部落 分佈在中央山脈 分佈在海岸的山脈的兩槌 所以我們將來面對這個災難 我們那個千春的這些想法 不應該零零欣欣想 它應該跟我們的整個的國土規劃 要一併去思考 我們現在是很希望 我們三個部會有過很深的交談 也希望能夠去做一些辯論 就將來我們的部落何去何從 你不能說道路不開就不開 你不能說要降線就降線 人具體都活在那個地方 已經活了有的是幾百年 都是幾十年 所以我非常在意 而且也非常擔憂這樣的事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七八月 我是要求我們的同仁 把過去所有的數據再做一次的review 那那個數據出來了以後 我們也分不同的等級 是 然後套圖跟他們去看那些 整個現在從生態的角度來說 安全的情況 那我們很希望在部會之間 有一個比較好的辯論 在形成這個國土規劃 後來要推動的說 不能夠一刀切 或者是就不夠細緻 對我想這個非常重要 主委應該非常有概念 那也攸關到我們族人同胞的一個安全 所以應該有一個全盤性的一個做法 對 我也非常支持這個想法 但是這個工作一定要快 是是 那在這種觀念之下 其實有很多地區呢 我還除了這個安全之外呢 我有特別關心到原住民文化資產的問題 了解 那當然你們有提到現在傳統的這個領域 不管是海域這個陸域 其實有很多的是文化資產 我也看過你們去其他像紐西蘭等等去參觀 參訪 但是我會比較建議呢 將來如果是出國去或者是辦研討會的時候 是特別針對原住民文化資產怎麼樣保存 澳洲跟紐西蘭是有做得非常好 他們有很多的一個制度是值得參考的 可能要更細緻的一點去探討它怎麼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例如剛剛您特別提到台東美麗灣的這個事情 你也贊成我們省署長的看法 拆了 但是它法理上有一些爭議的 不過當然從宣證程序法來看 這是一個環境不正義嘛 是 因為你有犯意在簽 但是呢 這裡面有讓我們思考到一個問題 很多的這種開發案件 其實不應該只是規模大小的問題 而應該是談到區位 所以我的意思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海岸地區呢 有很多是我們原住民的傳統的領域 它的活動場所 它的祭典很重要的一個地區 那麼這些地區呢 都應該把它標示出來以後 盡速送到環保署 做一個參考 甚至可以要求環保署在環境影響評估 認定標準的裡面 就提出來 這些地區一定要經過環境 而是說你有幾公頃 對啊 你幾公頃 你一規定一公頃 它就給你0.9997嘛 是 對不對 所以那種做法呢 其實是沒有辦法達到目的 所以我是覺得 美利灣這個案子 應該要作為一個好的一個範例 也一起從原住民這個文化資產保存的地方 從生態環境保存的立場 你們應該提出一些建議 非常 非常同意委員的意見 其實那個現在 我們有時候把它叫做原住民的文化國土 其實整個中央山脈 至少從1935年那個遺川子之障 他們所做的高砂族系統所屬的 所點出來的部落 其實都很清楚 那所以它那個整個移植或者是部落原來所在的位置 還有我們遷移的這些歷史路線 佈滿了整個中央山脈 那過去原民會推動過那個傳統領域的調查 不過這個調查 方法上面可能還有一些問題 現在我們想把它跟日記時代的這些歷史的這些紀錄 做套的 其實那個農委會跟像林屋局 國家公園 其實他們都做過 不是零開始 所以我非常同意 就是有一點急迫感 怎麼樣 除了剛才那個部落的要清點之外 大概這些文化遺址 無論是有形無形的這些部分 也應該把它標示出來 作為整體我們對話的時候一個重要的基礎 這個非常謝謝文 我想這個非常重要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案例 也希望您多多來支持 但是我們有一個更具體的一個建議 就是 是不是我們也見請這個原民會 讓我們安排一次會堪 現堪 比如說最近在尖石鄉 也有民眾陳情 三波地的這種爛啃 甚至爛罰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能夠多多的了解偏鄉 多多的關心我們原住民的族人同胞 那另外有一個建議就是 我碰到一個外國人 就在美麗灣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提議我們可以來發展這個帆船的比賽 因為我們就是造船 我們知道在美麗灣這個部落 赤童部落他們本來也有竹筏的比賽 他那時候他在場 他就跟我提議就是說 假設我們可以做一個帆船 大概四天左右就可以到帛琉 那這種的構想是非常有意思的 讓我們的族人能夠真正是親海愛海 但是也能夠跟國際上有一個很好的交流 變成一個很好的一種國際性活動 那如果是這種構想成立的話 他其實是提了一些想法 那是不是可以請委員會來支持 這個很棒的想法 因為過去我們有一個叫 Sanasi神話圈 其實就是圍繞著綠島跟蘭嶼 它其實是從日本一直下來 然後一直到菲律賓巴丹島 我們這個地方只要是東海岸 所有的族群都牵涉到那個神 我想這個就很好了 我知道您的這個想法 其實跟我的想法其實蠻接近的 我很快可以再講一下 因為最近跟王院長到中美做聖沙爾拉多 那他們有一個博物館 其實是陳列的一些東西 那陳列的東西我發現兩樣東西 第一個他們的原住民是屈藏的 你知道吧 南島也一樣 對 屈藏的 第二個他們是很喜歡玉 但是那個玉是綠色的 應該是台灣的 那我也去過柏柳的博物館 看到很多的琉璃珠 所以呢 這個南島羽族這個文化系統 很多的國家很多的島 應該變成一個島羽的文化系統 甚至把這些國家串聯起來以後 就變成一個小聯合國 所以在未來國際活動的時候呢 你的推動 我就覺得說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可以跟外交部一起合作啊 在以南島文化的這個基礎呢 來拓展國際的外交 讓台灣的這種 不但是我們原住民族的這個 智慧呢 它的傳統能夠讓它發光發熱 但是呢 更重要的就是說 讓台灣能夠增加能見度 是不是請主委能夠好好的配合思考 好 謝謝 謝謝